在《水浒传》中,当孙二娘被武松抱住暗倒在地时,张青为何不出手相助呢? 都说武松不尽女色,可面对孙二娘的时候却是另一番姿态,千万不要从表面去看待问题。 《水浒传》这本著作想必家家户户都知晓,作者施奈安夏笔如神,仔细品读戏之末节的段落更发现了不为人知的事情。 而这件事就是武松杀掉潘金莲和西门庆这对肩夫淫妇后,遇到了孙二娘和张青夫妻俩。 可当武松抱住孙二娘,甚至将他扑倒在地时,张青仍旧没有反应,这究竟是为何呢? 眼看自己就要被绿了,张青为什么不去帮忙援助孙二娘呢? 我们先来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。 虽说在《施奈安的水浒传》中宋江才是主角,对他描写的也极为精细,但对于武松也是下了功夫的。 武松打虎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情节读起来更是津津有味,他的热度已经可以和这本著作其间了,也更加突出了武松勇猛的形象。 再加上电视剧和说书人对武松尤为喜爱,可以见得武松对外的影响力似乎超过了昭安的宋江。 武松这个人在年幼的时候失去了双亲,是由他的哥哥武大郎悉心照料长大的。 可以说长兄如父,两人生活在清河县,虽说是一母同胞,但是你从两人的相貌看去,很难看出两人是亲兄弟。 毕竟武大郎的容貌在清河县市出了名的差,连无耻都没有到,面目扭曲,引得众人频频取笑,更是为他起了外号三寸丁枯树皮。 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自尊心,想必武大郎回家都痛哭流涕,再看武松,仪表堂堂,潇洒风流。 而且力大无比,长大之后,两人压根没有资本,只能靠买柄谋生。 而在此期间,武松实在忍受不了地痞豪强的压榨,措手打死了其中一人。 这下,不仅官府不依不饶,众多豪强连起手来针对武松,无奈之下,只好远走他乡。 时隔一年,武松得到消息,之前挑衅他的人没有被自己打死,这才惺惺地回乡。 在回乡的途中,路过景阳岗,立刻跋山的武松对上了猛虎,可不要小瞧这老虎。 十个平常汉子恐怕都不能将他拿下,而武松空手白拳竟打死了猛虎。 这则消息一经发出,众人纷纷对武松佩服的五体投递,都知道消息传播的途中必定会夸大其词。 不过,武松的确有能力,有魄力,之后,便被景阳岗的县官看中了他的本领,任命为了都统。 本以为之后的人生一帆风顺,可谁曾想家中的嫂嫂竟然耐不住寂寞,找了男人。 而自家哥哥还被这对奸夫淫妇痛下杀手。 可西门庆早就预料到了武松会来找麻烦,当地的官府早已打点好,就算武松报官,得到的也只是闭门羹。 心灰意冷的武松只好从特殊渠道想办法,那就是不顾官府通缉,直接对王婆,叛金莲和西门庆采取死刑,将两人手刃后,就提着人头冲向了西门庆。 倘若不是福尹的护佑,武松还真得死路一条,紧接着就被发往了孟州,也正是在此时遇到了孙二娘和张青。 武松刚刚失去了凶嫂,而眼前的两人何尝不像自己刚刚过世的凶嫂呢? 索性就和张青结拜为兄弟,一来二去,孙二娘也做了武松的嫂嫂。 施奈安刻画的这一情节,使得武松内心的情绪波澜在起,实在复杂。 其实主要的作用就是武松需要亲情的维系,不然为何要称呼那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为嫂嫂? 不是自甘堕落吗? 有人也许会问张青哪里可以和武大郎相提并论,而孙二娘也没有潘金莲那般自负美貌,武松到底涂些什么? 其实,他只是想从形式上得到心灵的慰藉罢了,不然,还能因为什么呢? 毕竟张青容貌和武大郎没有半分相似,一旦,一个人在世界上没有亲人的陪护,注定孤苦无依,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? 此时的武松就是这般想法,他想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用的,也是人之常情罢了。 虽说张青和武松八竿子打不着,但正是这种形式的亲情,才使得武松不至于自甘堕落。 好比爱财的管仲,说多了还不为了家中的老母,都是亲情维系的作用。 再者,就是将武大郎潘金莲和张青孙二娘进行比对。 张青这个人物,内心并不坏,而且行侠仗义闯江湖,气急败坏下才失手杀人的。 他也是无奈之举落到施里坡,和那孙二娘结为夫妻,而孙二娘才是真正的坏人。 挂羊头卖狗肉,看着人肉包子铺,和张青结婚之后,肆无忌惮。 整日年花惹草,张青也想规劝自己的妻子,可孙二娘压根听不进去,左耳朵近,右耳朵出。 由此可见,张青和武大郎是一路子的,都是怕媳妇的主。 不过,这两位媳妇就不同了,潘金莲为情杀夫实在可恨,孙二娘虽说勾三搭四,但对张青还是真心实意的。 这样一来,作者让武松再次看到还是有关系和睦的夫妻的。 当武松来到孙二娘的人肉包子铺,他早已不死从前,一眼就看出孙二娘开的是个黑店,立马迈着大步走向店内,对付几个店小二和女子。 武松那是不在话下的,他之所以对孙二娘百般调戏,还是受到潘金莲的影响。 武松可并不是不计女色,在张独间要将女儿许配给武松时,武松那叫一个开心,这不就是贪恋女色的表现吗? 短短时间内,几位店小二被打得像只无头苍蝇一样,而孙二娘也被武松压到了身下, 事实上,孙二娘这般寻花问柳的性格,对于武松将他压到身下,想必没有什么尴尬的。 紧接着,张青赶了进来,看到这样的状况,他并非只有怒火和担心,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将孙二娘制得服服帖帖。 武松这一行为,不单单让孙二娘泄了气,更是为以后做打算,在这鱼龙混杂的江湖中,按照孙二娘的泼辣性格,避免不了树敌。 此外,张青是打不过武松的,毕竟武松打虎的故事已经传播千里了。 所以经过一番思考,张青采用了智取,先是好生好气地向武松道歉求饶,随后便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再加上张青也知晓孙二娘式的什么作为,想必武松调戏他也少不了自投罗网。 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施奈安之所以这样写,就是要将武松拉回正轨。 假使孙二娘的店铺仅仅是一个平常的黑店,武松断然不会手下留情,而一旦将店中的人全部杀害,留给读者们的印象也颠覆了以往。 武松打虎又会有多少人记得,只知道武松是为试杀成性的恶人。 再者,张青根本不来帮忙,原著中写到孙二娘喊道好汉饶命,张青才登场,看到现状立马大步走去,而且面对武松如何力薄。 如果张青没有出现,那么武松压住孙二娘的情节就不会出现,他曾告诫过孙二娘,来来往往的囚犯切记不可杀害。 虽说孙二娘表面上看样子听进去了,实则还是我行我素。 而张青也不是为寻常人物出来诈盗,仅仅因为发生口角,就将庙中的和尚杀害,逃到十字坡,看到孙二娘妇女二人,本想着一锅端了。 没曾想尽被孙二娘的父亲拿下,他也没有对张青处以死刑,只是让他做自家女婿,而张青也同意了,自己的性命在别人手中又能说些什么呢? 武松也并非真正地想杀孙二娘,与张青成为结拜兄弟,也是无奈之举,因为从刚开始,武松就是都统, 而发配至孟州还有杨古县的县官为他求情,张青和他本身就不是一路人,与孙二娘结为夫妻,恰恰入了恶霸的阵营当中,武松对朝廷依旧抱有幻想,总而言之,张青不伸出援助之手才是正确的,这也是对武松的刻画,为他被逼上梁山做了铺垫,从此,再也没有对朝廷抱有幻想。